嗨,大家好,我是MG 最近有一位心地善良,姿态低调,富于家教,而且付费也很有诚意的好姐姐 在爱发店上付费咨询了我一些问题 那么今天就以她的提问为出发点 聊聊自学代码开发和自主创业的话题 当然了,近来除了这位好姐姐以外 还有很多很多的水友付费咨询我和计算机相关的话题 有考研的,留学的,跳槽的,还有单纯就聊聊心事的 然后还有这个失业的,还有这个要准备出国的 或者说出国了又想回来的,各种各样的朋友都有 有在中国大陆的,有在日本的,美国的,中国香港的,台湾地区的,欧洲的 大家的这个情况都非常的不同,对吧 有这个工作很多年的,也有刚刚入行的 有还没有这个工作的,然后有C++前端,后端 数据库,人工智能,包括游戏行业的 包括有的不是做开发的,做美术的,做策划的 大家的情况都非常的不同啊 所以说本来呢我也是准备说聊一期大的啊 但是呢后来还是放弃了啊,还是我们爱一一的把它拆开来以后 单独挨个开篇去聊吧 那么今天呢就还是围绕着这位姐姐的这个个人的提问和情况去聊吧 这位姐姐的情况呢和大多数人还不太一样啊 他呢家庭有一些产业,然后他自己呢想学代码开发这块啊 不是为了找一份工作啊,或者出国移民 主要呢就是出于兴趣爱好 以及呢希望能够实现一些个人的小心愿嘛 最好能够帮助家里的这个一产和三产结合这块呢 搞一些这个清晰化呀,互联网化的一些策划 或者说具体一些开发工作吧 他提的一些问题呢主要分为技术与非技术两方面 在技术方面啊,他苦恼于说不知道从哪方面入手啊 因为计算机之快说实话是个比较大的一个类目啊 各种各样的语言,各种各样的框架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行当啊 所以说不知道怎么去入手啊 到底要学哪些语言呢啊 有没有什么这个边学边做的一些实战教程啊等等 他呢还自述说啊 之前跟着一位这个up主学过一些啊 对于说像网页美化这些还能跟得太上 但是呢在后面再讲什么后端啥的啊 就有点迷茫了 他还在自俗过程中啊 给自己贴了大龄和女性这样的标签啊 那么我们首先呢来讲讲说这个入门代码开发这块啊 你在这个心理上啊 要需要哪些建设啊 以及在这个思维思想上呢 要有一些这个心理上的一些提前的铺垫啊 我们主要先讲一下这两块 首先呢这个职场上确实是存在什么年龄歧视呀 性别歧视 但是这些歧视呢 并非说是因为啊 女孩子啊或者说性年龄啊比较大 就这个思维转不过来弯啊啥的啊 纯粹是因为尤其像在这个中国大陆地区啊 他这个行业里面普遍存在着这个高强度的加班 更需要生命力经得住消耗的人 同时呢 像在中国大陆啊 这个生育抚养的这个社会责任分摊啊 是极不明确的啊 企业呢 在税务负担啊 行政成本和这个市场恶性内卷的三重压力下 他已经是气喘吁吁了 所以说招人这块呢 自然不是说来发福利的 招来人呢 肯定是要干活的 而且要持续生产价值的 假如说招来一个员工呢 他工作没多久了 就休产假了 那肯定是大多数这个企业承担不起 也不愿意去承担的成本嘛 所以说他在招人啊 各个方面的时候对女孩子 尤其是这个试婚试育的这个女孩子来说的话 他有一定的这个警惕啊 这种警惕呢 就表现成一种歧视啊 这种性别与年龄的这种歧视呢 是非健康的这种市场以及社会环境的一个产物啊 跟这个代码开发工作本身呢 真的没有太大的这个关系啊 反而呢 这个代码开发的本身啊 就是一种设计工程的活儿 所以说呢 你的心思越缜密啊 越稳重 其实是越有优势的啊 你像这个年龄相对成熟的女孩子啊 实际上反而是这行里面相对来说先天比较有优势的人群啊 尤其呢你像如果对吧 你最终也不是为了去工作来学这个代码开发的话 你就更不应该去被那些所谓的年龄啊 性别歧视这些思维去影响了 这个完全没有必要的啊 另外呢 更泛泛的来说啊 真的没有必要把代码开发当做一件多么神圣和高级的行当 如果是在这个2000年初啊 90年代那会儿 那会儿的话 呃 因为互联网还不发达嘛 所以说当时的话计算机开发这些东西 主要还是一个非常弊端的一个呃 一个内容 弊端嘛 就是企业化的一个东西 它的这种知识产权呢 比较的有壁垒啊 所以说的话你上手是非常难的啊 你必须要到一些大公司里面 你才能看到它的内部的一些文档啊 然后内部既有的一些这种技术资产 而且哪怕是这样的话 你在这些计算机公司里面 你往往也是要去干一些这个呃 造轮子的活 而且的话就算不干造轮子活 早期一些这种项目开发要使用的一些大型的框架 你比如说Java开发当时呃 早期使用的EJB啊 这些这个企业级的框架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的难用难学的 但是呢 现在真的是完全不存在这样的负担了 你不管是去开发一个系统啊 还是一个网站 一个应用啊 那么从前到后 前端后端数据库 消息队列 包括人工智能啊等等 都已经有大量开源的 开箱其用的企业级框架了 而且的话很多都是免费开源的 有一些你比如说像ChatGBT啊 那你也可以接入他的API嘛 然后根据API对吧 然后你去付费就完事了 这个都是很小的钱啊 如果你真的要去搞开发 所以说基本上要么是直接免费就可以接触到的 要么有一些呢 也是集成好的产品化的 你到时候呢 直接把他的API接入进来 就可以对吧 按量去付费使用了啊 所以说不用去太担心说 哎呀学这个计算机代码开发这些东西 哎呀好难好难不存在的 现在基本上不需要你再去造轮子了 只需要做一些搭积木的工作就行了 网络上呢 还有大量相关的资料与代码啊 你不需要去闭门造车啊 啊真的没有必要有任何这样的心理负担 但是另一方面呢 其实我呢自己也是不管是在学校 还是在工作上面啊 就基本上是要带团队的嘛 所以说经常带一些新人 啊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是 有很多人根本就不会使用搜索引擎 以及不会去把自己的问题这个描述出来 所以说他就觉得很难 所以这里的话虽然讲了半天 觉得好像现在这个计算机代码开发很简单 但是另一方面的话 你还是需要去逐渐的去锻炼一种 就是说描述和表达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以及有什么样问题的这样一个能力 以及呢一个就是说使用搜索引擎的一个能力啊 就是说你要去对吧 首先把自己的这个问题用这种文字简练的表达出来 然后呢表达出来你要去搜索 那么你怎么去搜索以及哪些地方可能有搜索 然后搜索出来了这样一个结果呢 你怎么去和你的这个场景上进行一个对吧 结合啊 这就是你要慢慢去啊 养成的一些能力啊 当然来说的话 搜索这块 如果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话 你自己还得去想点办法去 去去去去去找一些这个比较靠谱的一些搜索的渠道 你百度反正是搜不出来任何靠谱的东西啊 这个我就不在这一期去跟你聊了啊 这个自己去想想办法吧 好 这个就这么一说 那么除此之外呢 可能很多人还觉得说啊 对吧 这个计算机啊 毕竟是一个理工科的东西 是不是我要去先掌握什么啊 代数啊 几何呀 拓谱啊 物理相关的这些基础呢啊 其实你都不需要的啊 这个东西代码刚才也说了 纯粹是一个工程与设计的活啊 你并不需要去掌握一些非常底层的一些理科的一些基础啊 当然了 如果你是工作的话 可能难免还会接触一些 尤其是我 因为我呢 就是说这个能力还算比较强嘛 妈的 妈的每次都会在工作上 被拉过去接这样子的锅啊 要搞一些底层的东西 搞一些跟数学啊 物理相关的一些东西 妈这很烦的一件事情了 这个东西不是干了就直接给我加钱了 就是因为这个能力强 妈的 哎呀 妈就锅就甩到我身上了啊 以前都是这样的 但是呢 你如果只是说自己去做一些 自己想做一些东西 或者说就像这个姐姐说 要搞一些一产或者三产结合的这样一些系统的话 这些基本上不会太 太接触到这些 就是比较底层 涉及到理科啊 数学啊 物理这些东西 不会去设计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 不可能的啊 这一块 这块放心啊 这个只有极少数一些要攻坚的时候才有啊 这个 呃 你作为初学这块的话 完全不用考虑这些东西的 当然了 这也不是说 对吧 你就完全就 不需要掌握任何的这种理工科的一些思维啊 就是说一些计算的具体的能力啊 或者说一些相关的知识 你不不需要掌握 但是呢 你是需要非常有意识去培养一个计算机的一种思维逻辑的 所谓计算机的思维逻辑或者说他看待问题的方法论吧 就是将任何的问题呢 拆解成输入输出的这样一个模型啊 总共的是三段啊 输入处理输出啊 每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你就应该去条件反射去思考 说哎 我手里现在有怎样能够调用的东西啊 然后呢 我掌握什么已知的条件 那么这个呢 在计算机里面就叫做输入啊 然后呢 我现在到底想干什么 我最终想得到怎样一个结果 怎样一个效果 这个呢 在计算机当中呢 就叫做输出 那么把这个输入啊 变为输出的过程呢 就是计算处理了啊 计算机系统的本质呢 就是原输入啊 经过一系列处理后 最终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啊 这个过程不知道这么描述 是不是有一点抽象 那么我们举一个这个现实里面的例子吧 比如说你去种花啊 你首先呢 需要一颗种子 然后呢 一个花盆 一泡土壤啊 这些呢 就是原输入了 然后呢 你要让它去开花结果的话 就需要去浇花呀 施肥呀 让它晒太阳呀 除虫啊 去杂草啊 那么这些呢 就是处理的过程 代码开发呢 实际上就和种花是一模一样的 啊 你其实你不需要说 哎 我是不是要先去啊 把这个什么生物学上的各种知识 学了以后 然后对吧 我才能去这个种花呀 当然不需要了 对吧 你只需要对吧 按照这个步骤去给它浇水施肥 实际上是一些这个非常循环往复的一些机械操作 对吧 花的话 它自己会成长 你也不需要说你去懂化学对吧 然后你说 哎呀 我这个对吧 是不是我要先学化学 然后呢 我再搞一点这个蛋铃蛋铃甲 然后怎么去提取 然后怎么最后怎么再合成成化肥 这个你也不需要吗 对吧 你只要买一袋现成的这个化肥 然后直接给它施肥就好了 那么在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计算机的思维逻辑的一个基础以后的话 那么我们再来讲讲说代码开发啊 具体要学习哪些内容 以及从哪一门语言入手呢 更合适一些 当然了这里说的还是针对这位姐姐的情况啊 如果大家是说要转码或者工作啊啥 那个另说我们之后再说啊 首先呢我们需要知道就是说 计算机系统呢 刚才说了它的本质呢就是数据的输入 然后经过处理产生输出嘛 那么从数据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将一个这个计算机的系统呢 拆为说三大部分啊 数据的存储以及数据的处理 以及最终数据的一个展示 这三大部分啊 数据的存储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数据库了 数据库并不是很灰色的概念啊 以我们最常用的关系型数据库举例 它的本质啊就是可以通过代码脚本 进行实时读写的表格啊 就像一个sell一样 实际上呢微软啊 在这个数据存储这块啊 最早的构思呢 就是excel和access这样的一个路数啊 最终呢也导致他们在这个企业级的数据存储 也就是数据库的行业呢 相对的落后啊 直到云服务时代才重新拔回头筹的 那么数据的处理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后端或者说服务器端了 我们在服务器上根据具体业务 设计开发程序 撰写相关的脚本 一方面呢通过SOCO语言 读写数据库当中的数据 另一方面呢 再通过HDP啊 Socket等等协议呢 与客户端进行数据交互的通信 这样子的话就起到一个 起程转折的一个作用 最后呢是数据的展示 就是我们常说的前端 或者客户端了 我们每天访问的APP啊 游戏啊和网页 你看到的界面按钮和信息啊 动画这些 就是前端和客户端的资产了 用一家餐厅来做类比吧 数据库呢 就是库房冷库 用来冷藏食材的 那么服务器端呢 就是后厨 厨师呢在这里啊 把食材加工成菜品 而客户端呢就是餐厅 客人呢在这里用餐 数据库啊 后端啊 与前端的开发与设计呢 都会用到不同的各种各样的语言啊 框架 一次性学起来呢 肯定是学不动的 我这里呢 个人是建议先学JavaScript JS呢最早啊 应用于前端啊 它是一门脚本语言 但慢慢呢 因为使用的人比较多啊 逐渐就发展为一门啊 全战语言 我们除了可以用JS呢 来开发前端 还能用Node.js来开发后端 而且呢 Node.js还是无容器的后端应用啊 你不需要像Java那样 同时去折腾 Apache啊 Tomcat的这些容器啊 你直接把它跑起来 它就是一个运行的服务器端了 上手呢 也非常简单 未来呢 如果你还想搞一些 这种原生客户端的开发 像什么Android iOS的话 也可以通过JS的一些框架 像Rect Native啊 Flutter啊 去进行开发 当然Flutter 它现在使用的语言是Dart 但是和JS Python的话 之间的差别也并不是很大 数据库的话 这里的话 我建议学MySQL就行了 首先呢 最主要的 现在的这种数据存储 的类型呢 还是使用关系型数据库来存储啊 另一方面呢 MySQL还是相对简单的啊 所以说就先学MySQL就够了 至于未来 你会转用什么PG Circle啊 Recor啊 这些等你学了MySQL以后的话啊 也没有特别大的这种上手的成本啊 未来一些什么表查询啊 表索引啊 各种各样的优化呀 表的设计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都是后面再说的事情了 而且就算是这些东西的话 也不是很复杂 这些东西之所以有复杂度 更多的还是和具体的业务 呃 结合起来以后才会出现一些相关的问题 以及相应的一些解决方案的啊 你没有必要说在上手阶段就去顾虑这些东西 我呢 也在案发店上给这位提问题的姐姐呢 找寻了一下 我很多年前入门时看的一些教程啊 不过发现呢 就是沧海桑铁了呀 这两年呢 这个经济环境确实恶化了很多啊 以前的很多优质的教程啊 都下架了 或者没有再更新了啊 因为这些老师呢 可能都关门不干了 毕竟行业萧条了嘛 就没有太多这个培训的这种必要了啊 所以说啊 现在啊 我去回去搜这些这个教程啊 说实话也是挺感慨的 呃 不过呢 最近啊 这个B站也是刚好在应推这个知识付费啊 我想了一下 那要不我也出一些这个教程吧 然后呢 我就去申请了一下B站这个课堂啊 然后把我的这个学历啊 这些工作的offer一发的话 然后那边很快也就审核过了 后面呢 我会出一些 呃 讲计算机系统宏观理解啊 还有一些企业级的这种项目啊 还有这种系统的一些设计 以及具体一些开发的一些技术啊 前端后端的一些视频啊 有一些入门的呢 或者说杂谈类的呢 会免费 然后一些相对深入的呢 我们未来啊 像什么前端后端书记库 呃 这些呢 可能会出一些这个付费的实战课程啊 再之后呢 会根据这个情况呢 继续出一些更加深入的设计一些具体的企业级业务场景的一些实战啊 不过这些呢 都是后话了 大家也都知道 说实话 我也是个挺懒的人 那么技术方面呢 关于如何入门的问题呢 我们今天啊 就简单聊到这里 我后面嘛 还是刚才跟大家说了 会单独再出视频啊 或者课程更加具体 更加生动的去聊这方面 至于非技术问题方面啊 这位姐姐啊 主要讲了她的两个心愿 一个是啊 她发现目前的环境呢 太过压抑了 充满了戾气与恶意啊 一些因网络暴力啊 亲身的案例呢 让她想要开发一款心理学咨询与治疗相关的应用啊 第二个是啊 她的家庭产业啊 目前也在谋划一产和三产结合的一些企划 这个过程嘛 自然是需要一些信息化啊 互联网的一些建设 那么实际上啊 这两个心愿呢 我之前也是回复她说了啊 其实没有必要说自己丛林去搭建一些系统或者平台啊 都是完全可以去借助现有的平台去做一些尝试的 比如说你可以在视频平台上当一个心理学博主 来表达你的一些观点啊 帮助那些有困扰的人 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短视频平台 给自家的一些农产品啊 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 去带货等等 为什么我不推荐你自建平台呢 因为你的应用搭建好了以后啊 还是需要去推广 才有人知道 才有人会来用的嘛 你又不掌握这个渠道啊 所以说最后呢 还是要去各大渠道去打广告引流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在这些平台上去运作你的想法呢 你像最近在吵吵闹闹的那个东方甄选 不就是借助抖音啊 这些平台去做这个直播带货吗 你想新东方这么大的集团 他也没有去做自己的这个直播平台吗 还不是在抖音上搞这些啊直播吗啊 所以说真的没有必要说啊 总想着这个从零起步啊 这个从零起步的话 真的是太耗这个成本了 而且开发是一码 运维又是一码 所以说不是太建议啊 而且的话 现在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不可抗力太多了 比如啊 你现在要搞一个心理学咨询相关的平台 那么肯定是要涉及到文字呀 UGC和音视频相关内容的 那你要正式上线的话 就需要去申请相关的什么互联网信息牌照啊 说实话是很麻烦的 而且呢 现在环境啊 每况愈下啊 现在还不一定能批得到了 那么今天的话题呢 就简单聊到这里吧 这期视频呢 拖了好几天啊 因为这个话题说实话是挺大的 加上同一时期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朋友 来问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问题 但最终呢 我还是决定说 哎 要不先单出一期视频来回应一下 这位姐姐她具体提的一些问题吧 毕竟她打赏呢 还是很有诚意的 另一方面呢 她呢也是没有太多基础的一个朋友嘛 和其他就已经有基础 甚至已经工作很多年的这个水友 还是情况不太一样的 所以说如果说对吧 这个视频就上来就聊的很专业 就默认大家已经对吧 有相关的基础的话 那么这个聊的还是不太合适的 所以说后来想想看 删凡去简啊 先聊一期相对浅显的一个视频 以后呢 再深入浅出的聊更多 还是相对合适一点 没有必要一期就讲的太过于深入 那么 这期视频就是这样了啊 聊的相对浅一些 多的也不说了 大家晚安 还是不太一期就说三个月 还是不太一期就说三个月